余大人 出去 出去 余大人 去 余大人 福州大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整个大牢爆发了骚乱 要是再压制不住 就要出大乱子了 殿余长让我请 涅台大人赶紧去一下 快带我去 是 余大人到 余大人到 犯罪 犯罪 犯罪住手 我放下 干吗 放下 把刀放下 别动 把刀放下 我是新上任的 福建安插使 我叫余成龙 你们有什么冤屈 可以给本官讲 先把刀放下 先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们这些当官的 官官兴护 你们看到了我们黄塘村 二十三户的冤屈了吗 本官今天刚刚上任 你们你们就以 这种骚乱的方式来迎接我 好 你说你有冤屈 那我余成龙今天就要听听你们 到底有什么冤屈 如果你们的确是有冤屈 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我余成龙说话 说到做到 有冤屈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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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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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已经看到你们手心里 用血血的冤字 如果你们真的有冤 我于成龙 一定还你们一个清白 你们现在先把手放下来 谁是这儿的典医长 在下葛善天 我是这儿的典医长 被子给大人叩头 给我滚下 你给本官讲讲 大佬里到底发生何事 电台大人 今天放风时 第八区的犯人突然骚动起来 紧接着其他区域的犯人 也跟着骚动起来 然后开始转门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啊 本官是在问你 犯人为何发生骚乱 今天带头闹事的这伙犯人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他们引发了全监狱的骚乱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那被打的犯人也是黄塘村人吗 那个犯人他不是黄塘村的 既然他们不是一个村的 那他们之间就是有积怨了 其实也没什么积怨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阿根 是因为牛阿根 举报了黄塘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阿根哪 牛阿根 举报了黄塘村人 是 那牛阿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阿根 牛阿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张大人到 下官见过张大人 于大人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这些犯人都关起来 是是是 把他们都关起来 不 是 就让老乡们 今天在这儿 诉说一下他们的冤屈 于大人 张大人 正好你也一起听听 要听也不能在这儿听啊 为什么不可以 这儿完全可以 这个案子是我主审的 我很清楚 没有必要再审了 张大人 发生这么大的骚乱 这个案子难道还没有问题吗 于大人 我是福建的不证使 我想再告诉你 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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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妹 你们有什么冤屈 今天就在这儿 讲给我于成龙廷 我一定为你们做主 于大人 我是黄塘村的黄兴祖 今天就是我带大伙闹起来的 我就是带头的 既然于大人要给我们做主 我就代表乡亲们 给你讲一讲 好 不过现在本官 要处理另外一件事 被你们打伤的犯人 现在奄奄一息 急需要治疗 你既然说是你带头闹事的 那本官就先把你关起来 然后再慢慢听你申诉 如何 来人 拿去 把黄兴祖带走后审 是 老乡们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于成龙 你们现在就回到各自的牢房 本官一定会为你们做主 那 那我们听于大人的 咱们先回去吧 好好好 那咱们先回去吧 咱们先回去 回去吧 于大人 你要通过我们下宵啊 于大人 능 könnten我們下宵啊 那 require醒啊 于大人 出什么 distor 你要替我们下宵啊 对该我们下宵啊 那前宵啊 对了 我得想迫 Answer 是 张大人 你 本案查室 要重新审理黄塘村一样 程龙兄 黄塘村的案子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这里面没有冤情 无需再审了 没有冤情 最好 你 你 娘 我饿 娘 饿了 等你姑父他们回来就吃饭 这都什么时候了 老爷怎么还没回来 是啊 你玉林哥出去买凉了 还没回来呢 我回来了 大舅你买啥吃的了 大舅今天呢 买了三十斤的糠面 又是糠面 天天吃糠面 糠面都快把我的嗓子拉破了 等你姑父发了凤言 大舅就给你买白面吃 都说了多少回来 可我连一顿都没吃过 下次 下次大舅一定给你买白面吃 我才不信呢 你想买姑父也不让 晓晓 姑父什么时候 舍不得让你吃了 姑父啥时候都舍不得 晓晓在背后说姑父的坏话 一会儿啊 我就告诉你姑父去 大舅才不会 你看 大舅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烤鼠 谢谢大舅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怎么样了 队长 这个犯人伤势很重 得需要专人护理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知道了 我会安排的 好 我先给他用些外服药 扣服药一会儿回去 就改房子 好 你先处理一下他的外伤 好 我这就处理 我先给你 我来 那个人怎么样了 前些天刚刚治疗过 现在好多了 生堂 生堂 皇上 唯吾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走 走 快点 跪下 跪下 黄兴祖 恳请青天大老爷于大人 为黄唐村二十三户人家 平原昼雪啊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阿根 是因为牛阿根 举报了黄唐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阿根哪 那牛阿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阿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周先生 您找我 您怎么没吃啊 是 玉林 你去大堂 把柳杰阳给我叫来 周先生 老爷正在堂上审案子 柳先生怕是过不来 这个案子一时半会儿审不完 你去吧 就说我有话跟他说 我们黄唐村 我们黄唐村二十三户人家 家家都是渔民 足足备备 靠打鱼为生 不打鱼 我们就一天也活不了 刘先生 周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他叫我没什么好事 不去 可这牛阿根 他捏造了我们通匪的事实 官府来人 没收了我们所有的渔船和家产 于大人 我们是冤枉的呀 刚才我去周先生的房间 看他一个人心事重重 一重墨长的样子 他一定是在千海令这个案子上 遇到的死结 柳先生总是动物 我觉得周先生是要请你过去 帮他拿个主意 行 咱们去吧 牛阿根为什么举报你 因为自打 朝廷颁布了千海令以来 其中有一条 告发人被查明所告发属实 被告发人的所有财产 都归告发人所有 牛阿根就是基于这个事情 才告发我们的 怎么回事啊 我正在审案呢 你叫玉林把我叫来干吗呢 案子不是你审是余大人审 你不过是个陪衬而已 没那么重要 刘建阳 你不要耍脾气 我说你是个陪衬 你还只够得上是个陪衬 废话少说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 我这个慕兵是可以替余大人 审案子的 但你这个刀比小丽 却不行 有什么事快说我忙着呢 小丽 刘小丽 请你回大堂马上告诉余大人 就说我说的 黄塘村那个案子 在黄欣祖身上是审不出什么结果的 找那个姓牛的审 那个叫牛阿根的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你这回啊 还真给我想到一起了 不是我跟你想到一起了 是你跟我想到一起了 快去 别让余大人在黄欣祖身上 瞎飞那么多没用的功夫 还没吃呢 我告诉你 这回啊 我是跟你想到一起了 心情好点了吧 好好吃饭 吃你的吧 快去吧 刘小丽 黄欣祖 牛阿根是何须人意 那牛阿根在县城里头 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 在县里他什么都怪 你的冤屈本官已知晓 等查时之后 会给你一个交代吧 是 鸭岸贩黄欣祖退堂 是 余大人 还妨念明察 替小人做主啊 余大人 周先生让我传话给你 是 水来了 是 杨国 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有水 一会儿不但有水 还有饭吃呢 走 来 走 走 老爷 周先生 先别忙共事了 把饭吃了吧 好 好 吃饭 小妹 你把催婷给我叫 走 周先生 说吧 这个案子不简单 这背后有些蹊跷 这个牛蛙根 原来是莆天县牙的典史 这就对了 一切原委 只有牛蛙根一个人他最清楚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大人 您叫我 大人 您叫我 崔婷 您马上去一趟福州监狱 把那个牛蛙根 给我监视起来 是 还有 如果他醒来 马上给我带来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一刻都不能耽搁 明白 他 在这儿 来 东西带来了吗 好 带来了 他给他喝了吧 你啥呀 他能喝吗 是浓完水去 好 魏大人 我们是直接去押解那个犯人吗 不 先去见点狱长 是 水来喽 水来喽 把土浮起来 好 来喽 来喽 喝水啊 水 哥 你都给他灌进去了 都灌进去了 他一会儿不会醒过来吧 不可能 这药水特别厉害 这一辈子 他都醒不过来了 余大人能想的这个法子 实在是太好了 事关紧急 所以你们必须要保证人犯的安全 雷仆头尽管放心 我已经让郎中给他看过了 放心吧 这就好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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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姓林 人们都叫他林老汉 明知自己儿子犯了通海罪 可天天都到衙门口喊冤 大人无须多理睬他 冤枉 冤枉啊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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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你叫林老汉 是 小老儿是叫林老汉 你说说 你有什么冤屈 我老伴死得早 儿媳 前年又被耿京中的判兵 给杀死了 全家 就只剩下我儿子 还有我的可怜的小孙子 三口人 一家圣迹全指着我儿子 出海打鱼围持 可官府 不分青红皂白 把我儿子给抓了 还要治他死罪 要是没了儿子 我和我的小孙子 可怎么活呀 活不了了 今天大老爷 要是我儿子真的有罪 为了这可怜的小孙子 我愿意替他领受官府的责罚 就是沙头 我也愿意 可是我儿子 他没有罪呀 求求青天大老爷 你放了我儿子 求求青天大老爷 他没罪 他没罪呀 求求青天大老爷 他没罪 没罪呀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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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爹吧 快起来 老爷 求求你救救我爹吧 好好好 好好好 老人家 老人家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林乐仔 林乐仔 好 本官记住我 你先带着孙女先回家 那 我儿子的案子呢 你儿子的案子 本官会重新提谁 谢谢青天大老爷 快起来 谢谢 孩子快起来 快起来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谢谢大老爷 好 跟爷爷回家 走吧 谢谢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谢谢青天大老爷 谢谢 薇 mulheres 毒头 前药 唐人爱 他们的 请 找 找了 很冷 小心 凌方 你 他一直都这样吗 是啊 我请当中给他疗伤的时候 他就一直没醒过啊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一直都没醒过 对啊 一直没醒过 你俩从现在起 就寸步不离地守在这儿 是 记住 只要牛阿根一醒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就即刻把人放下去见于大人 是 静阳 你把黄唐村二十三户的卷宗 全部给我拿过来 好 对 还有林老宰的 你帮我找出来 好 这些都是黄唐村的卷宗 这是林老宰的 周先生 周先生在后堂 整理其他卷宗了 你去帮帮他 行 顾正水张机人张大人到 老龙兄 下官于成龙拜见翻台 老龙兄 这儿就没有外人 就不必讲究这么多礼节了吧 那不行 大唐之上礼节不可胜 下官于成龙拜见翻台大人 余大人 免礼吧 谢大人 这儿最后 应该是你的 真是对 愛你 看来 与其他人 余大人 他父母啊 你来 这么说 胡大人 是未来 来 我 混国 更何国 什么那么多 黄塘村的黄新族 代表全村二十三户 揭花牛阿根 是因为谈图他们的财产 才诬告他们去通海的 这有什么信心的 那黄新族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面之词罢了 这虽然是黄塘村人的一面之词 但是我从二十三户的卷宗当中 和牛阿根的卷宗当中 找不到牛阿根的任何证词 这怎么解释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那牛阿根原是福田县衙的典史 抓捕黄塘村通海案犯 那是他的职责所在 你要的什么证词 他是在执行公务 而且当时黄塘村的二十三户人家 是正好被他抓了个现刑 张大人 你别忘了 那牛阿根也是犯了通海罪 而被拘捕的 但从他的卷宗当中 找不到任何他通海的罪证和依据 这是为何 这是 刚才我已经跟你介绍了 牛阿根的身份 那我现在就再来告诉你 康亲王带兵来到福建之后 曾下过一道预旨 这预旨上说 福建所有犯通海罪的官吏 不论官职大小 其案件一律要由 案查使不正式先审 然后再交给 巡抚总督和康亲王再审 程龙兄 听明白了吗 没明白 你这有什么可不明白的呀 在福建 所有犯通海罪的官吏 都是这样自下而上 一路审过来的 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那都是要亲自过问的 这回您明白了吗 那就麻烦张大人 把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审理牛阿根的卷宗 调来给我看看 行了吧 于成龙 你跟我这儿叫的什么去 这 这卷宗 这卷宗我都已经交给你了 你还要我给你调什么 张大人 你们审的这些案子有问题 包括林陌宰的案子 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你 好了好了 程龙兄 我今天来 不是跟你斗罪的 我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什么重要的事 你先跟我走 路上 告诉你 我还有卷宗要看 我没时间跟你溜贤腿 于成龙啊 于成龙 你可真是个老鱼母嘎的 真是又硬又曲 一天都不顺流 我张旗仁不知道是哪一辈子欠了你的 于大人 于老爷 请您听好喽 此番 巡抚和总督跟随康亲王出征 战果十分辉煌 不仅一举收复了兴华 漳州和泉州 而且 还把政经给逼到了厦门 听你这么一说 战果的确很辉煌 那还不赶快跟我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康亲王得胜归来 福州市举城庆贺 您堂堂的涅台大人不到 像话吗 康亲王回来了 康亲王回来了 不仅是康亲王回来了 巡抚吴星座大人和总督姚启胜大人 也随康亲王一同回来了 那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 你说清楚 我早就想去见他们 走走走 回来 你给我站住 你就打算这个样子 去迎接康亲王吗 怎么了 你等我一下 康亲康亲王 康亲王 康亲王 诸位 请旗 谢亲王殿下 下官恭贺康亲王 凯旋归来 张大人啊 此番胜利 你要给我在福建境内 大张旗鼓地进行宣告 要让福建的百姓人人皆知 要让那些叛贼逆子们 闻风丧胆 再有啊 此番出阵 福建的二位大人跟着我 离了大宫 你这个不证史 要在这方面 给我好好地做做文章 明白吗 卑职 遵命 卑职俞成龙 拜见康亲王 俞成龙 本王正想找你 我听说 我离开湖广之后 你竟然假冒我的名义 让麻城的百姓连夜赶制了一万套清军的服装 并让你的湘永川上 居然 解了黄州之威 可有此事 为之于成龙有罪 当时处于无奈 的确是假冒了康亲王殿下的名义 我还听说 你不光假冒我的名义 而且 还假冒 提标中军 四营的番号 连夜让他们快马扩散 这事也是真的吗 当时黄州城 被东山和世荣 十万乱匪 重重围困 而且已经破了两座城门 情况十分危急 如果不采取虚张声势 假借亲兵之名义 单凭卑职的六七万相拥 无论如何 都无法解黄州之威 好了 本王 本王啊 倒霉的 我告诉你 于大人 这件事情上 你呀 立了齐功 谢王爷 来了 我带你见见二位大人 这位是福建的巡抚 吴星座 吴大人 下官于成龙 拜见吴大人 于大人好 请起吧 谢大人 这位是福建总督 姚启胜 姚大人 下官于成龙 拜见姚大人 于大人好 请起 谢大人 今后啊 你们就在一起 于成龙 于大人好啊 下官见过鹤立将军 没想到 我们又在福建见面了 下官也没想到 好 以后 还望鹤立将军多多指教 我这个三品参将 怎么指教得了 你这个三品地方大力呢 鹤立 少说两句 余大人哪 一会儿押戒囚犯的官船就到了 这次我们出战 又俘虏了不少通海的罪犯 等官船到了 你去把那些罪犯 押到福建的监狱里去 是 亲王殿下 好了 诸位大人 请 亲王殿下请 快醒醒 快醒醒 这牛蛙跟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了 气窍流血 坏了 这 怎么了这是 他 他中毒了 什么 牛蛙跟中毒了 来人哪 快来人哪 你们快出事了 不对呀 咱们两个人一直守在这儿 他怎么会中毒呢 这也没见有什么人来过呀 这 这就更怪了 神经半夜的 你们两个乱要什么 大人 不好了 这牛蛙根中毒了 你们两个不是暗茶室衙门人 专职派来开守这个人犯的吗 是啊 那他怎么中毒了 这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中毒的呀 怪事 赶快去把点狱掌请来 是 这个人犯如不及时医治 等不到天亮就得死 啥 啥 好好看着吧 刘大人 这可怎么办呢 这 这 这可成大事了 快 快去禀告于大人 大人睡着了 于大人刚睡着啊 你先等等 刘大人 事情紧急 不能再等了 他一夜都没睡呢 刚睡着 你这时候叫醒他 你忍心吗 那 那人犯怎么办 要不让他再厚着会儿 刚睡着也在叫醒 牛蛙根要是死了 黄堂村的案子 就病相再审了 于大人 于大人 快醒醒 你 于大人 是这样 老李的犯人牛蛙根 突然之间中毒了 什么中毒了 于大人 老李的人说 要是才不及时救治 恐怕牛蛙根 熬不到天亮了 大老的寓意叫了吗 已经去叫了 于大人 看来有人想让牛蛙根死 快 上大老 李路 走 于大人到 于大人 牛蛙根在我刚才赶到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什么 不要 牛蛙根是什么手死的 我打发小李子去叫您 他刚离开不一会儿 就死了 昨天给牛蛙根看伤的是哪个郎中 是监狱的御医看的 把他给我叫来 御医就在这儿 你昨天给牛阿根看伤用的是什么药 什么药都没用 我昨天就为她处理一下外伤 我为她看的药方子还一直在我上 什么药都还没来得去用呢 牛阿根关进地牢之前关在什么地方 关在普通牢房里 牢房里除了牛阿根还有什么人 就关着牛阿根一个人 监狱骚乱平息之后 有什么人接触过牛阿根 没有 没有 什么人都没有 除了监狱里的狱卒 还有你府上两个牙役 就没有什么人在接触过牛阿根 哦 对了 接触过牛阿根有在下和雷捕头 代测厅 在 看好现场 不需要任何人接近地牢半步 是 牛阿根死了 是被毒死的 被毒死的 被毒死的 是的 下官已经让监狱的御医查验过了 牛阿根的案子并不复杂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大人 从卷宗上来看 牛阿根的案子其实疑点很多 什么疑点 第一 牛阿根通海的罪证不处 第二 牛阿根举报黄汤村户户通海的 证据也不处 余大人 牛阿根一案 是由案查室布证室审理之后 又经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 复审过的案子 还上报了康晴了 你怎么认为证据不足呢 黄汤村二十三户 集体违反迁海令 擅自出海 是被牛阿根在近海区域抓获的 这个证据还不够吗 但从卷宗上来看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二十三户集体出海 是与逆贼通海啊 迁海令明文规定 不许遍帆入海 可黄汤村二十三户人家 集体违反迁海令 这是什么行为啊 这本身就是犯罪 他们只是违反了迁海令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 是通海 余大人 照你这么说 福州监狱里关押着的通海案犯 都是被冤枉的了 不 有的的确是犯了通海罪 但有的仅仅是为了生计 貌似出海打鱼的 并非是真正的通海罪犯 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我终于听明白了 你余大人认为违反了迁海令 就不算犯罪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迁海令实行了一刀切的办法 无疑会伤及很多无辜的百姓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好 我告诉你 违反了迁海令 就是犯罪 就要抓 就要补 就要杀 这不等同于滥杀无辜吗 你 胡大人 牛阿根案子更加蹊跷 他原本是 举报黄堂村通海的有功之臣 却偏偏变成了通海的罪犯 而且在卷宗当中 根本找不到他通海的罪证 牛阿根通海 是被福州点狱长葛长天 在押送犯人过程中发现并抓获的 你还要什么证据啊 牛人居然下毒杀人灭口 牛阿根死了 是谁杀的他 为什么要杀他 这一连串的蹊跷 吴大人不觉得非常可疑吗 吴大人 下官请求重新申理福州监狱 所有的通海案子 你说什么 我要重新审理福州监狱 所有的通海案子 于成龙 福州监狱里 关押着的通海案犯 都是经过涅司 藩司 和巡抚总督衙门 足迹审理的案子 你居然提出要重新审理 为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福州监狱所有通海案犯的卷宗 我都一一看过了 很多证据不足 漏洞百出 行啊 于成龙 你如此这般 到底用意何在啊 这是下官的职责所在 也是涅司衙门分内之事 把每一个案子都查得清清楚楚 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下官没有任何其他用意 你月底开刀问这案子 还剩几天时间 好吧 黄塘村的案子 你可以重新审 但其余的案子 一律维持检判 不得再新重申 吴大人 好了 下去吧 吴大人 吴大人 黄塘村的案子 你可以重申 牛阿根的案子 你也可以重申 但其余的案子 一律不得重申 吴大人 每一个案子 我还有别的事要办 不送了 行 下官我告辞 下官我告辞 李宗盘 这些事情 我刘恢复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认为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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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认为你 你是不是很烦 我让玉兰给你半个萝卜 炒个青菜 好像厨房也只有这些了 我陪你喝几杯 再好的酒我也喝不下去 在黄州接受朝廷任命 你的一只脚啊 就踏进了火坑 来到福建 你硬生生要重审一案 你的另一只脚紧跟着 也踏进了火坑 这个火坑完全是你自己 一意孤行跳进去的 我又没有怪罪别人 我更没有怪罪你 周先生 你就是想怪罪也怪罪不了 孔子的弟子曾子 有一句名言 是不可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周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原来我是反对你来扶周的 我也跟你分析了刑事 和通海案的复杂 但我忘了一件事 你这个人是不怕看通的 那好吧 福州监狱的案子你就是冒死 也要查下去了 李济里有一句顶天立地的话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我们只要不贪 只要不贪思念 不存私利 只要时时念着天下苍生 处处胸怀国朝设计 大丈夫行事 但是等该是生死而不顾 多谢先生鼓励 陈总绝不辱使你 张大人 张大人 你这个点狱长 干得很称职啊 张大人 监狱里的犯人骚乱 尚未完全平息 突然又出现了 毒死药犯的怪事 你这个点狱长 着实不一般哪 张大人 监狱骚乱一事 实属卑职无能 可牛阿根被害一事 却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新来的涅台大人 要重新省理黄塘村一案 而引发的呀 照此说来 你认为牛阿根的死 是黄塘村的人干的 张大人 你想想看 谁最想要牛阿根的命啊 当然是黄塘村的人哪 只要牛阿根一死 只要牛阿根一死 黄塘村的案子就变成了悬案 就变成了悬案 只要是变成了悬案 只要是变成了悬案 月底开刀问掌 月底开刀问掌 他们就可以暂且保全自己的脑袋啊 他们就可以暂且保全自己的脑袋啊 余大人的眼睛 就那么容易被蒙蔽 张大人 事情怎么就那么巧啊 余大人刚一提出 要重审黄塘村一案 恰巧牛阿根就被人给毒死了 牛阿根一死 便死无对证啊 黄塘村的二十三户通海案犯 就有可能逃过一死 听着 卑职听候大人吩咐 牛阿根被毒死的案子 余大人不会放手 我更不会放手 这个案子是由我 一起巡抚总督二位大人 还有康亲王一级一级审理过的 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 这个案子弄得不明不白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全力配合余大人 不得有半点推诿敷衍 听清楚了没有 是 余思一定尽心尽职 配合余大人重审此案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大人慢走 周先生 周先生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下一步我该诸贺 我知道你心中是有数的 对 我心中是不能没数 因为这事关着 福州监狱里三千多名通海犯的性命 他们在审理这些案犯的时候 根本不去追究 他们是否真正地通过海 是否真正地帮助过那些判贼逆子 只要是违反了千海令当中所规定的 不许偏翻入海的禁令 就通通地抓起来 通通地割杀无论 这叫什么法令 此刻千万不可义气用事 千海令是朝廷颁布的法令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法令 但在执行过程中 地方衙门和官员 原本可以随机掌握的 只不过 好 这我都清楚 要想争取到重审通海案 真正的阻力不是张基人 而是巡抚总督 甚至是康亲王 你想推翻的恰恰是他们这些年的政绩 我不是要推翻他们的政绩 我是要为律法证明 我要证明律法的严肃性 公正性和律法的良心 好一个律法的良心 你只有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在牛阿根身上 可牛阿根死了 可杀牛阿根的人没死 这我清楚 可是要找到此人 恐怕时间不允许 再过几天就是 求后问展的日期了 眼看这几千个人 就要掉脑袋了 我必须在此之前 争取到重审通海案的权利 谁会给你这个权利 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你破不了牛阿根的案子 就不会有人给你这个权利 所以我们必须双管几下 你 柳靳阳和雷翠婷 你们三个人负责调查 牛阿根被杀一案 我去找巡抚总督和康亲王 争取他们答应 重审通海 老夫一定尽全力 kung卢比黑 谢注意 雷大人 这尸体检验证明 牛阿根的确是中毒而死 协庭 周先生还在衙门等着我们呢 我们走 走 智太大人 福建安查室 于大人到了 他终于来了 他已经找过吴大人 现在该来找我了 让他进来 是 下官于成龙拜见智太大人 免礼 免礼 于大人 我听胡广巡抚张大人张朝真讲 你于成龙可是写得一首好字啊 那是张大人一句过于之言 下官不敢 客气了 姚大人 战利玄比的这种书写方式 宛若书胜王羲之啊 您夸奖了 太夸奖了 于大人 我正想请教于你 你却来了 来得好 来得好啊 这样 就按这个字 你给我评点一下怎么样 下官不敢 好字 好字 好字啊 姚大人所学 可是我山西先贤司马光的字 您真是好眼力啊 司马光 不仅是史学大师 其书法造诣也颇深 其比例方者斩节 力透豪端 比划尘色刚进 意气雄厚 于大人您真是杭家里手 句句到位啊 姚大人 您所写的这两句诗 也颇有意思 于大人 您已经知道了 这诗的出处了 渔翁夜霸 西炎肃 小极易清香 燃楚竹 看来智台大人 不仅喜欢司马光的字 还喜欢柳宗园柳河东的诗啊 我说于大人 今天全让你碰上了 我瞒你说 这字和诗 都是出自你们山西人之手啊 看来智台大人 跟我们山西人有缘分哪 于大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我一定有事 这样 咱们到后堂去查续 好 姚大人请 周先生 岁丁回来了 周先生 你们坐 不 此刻于大人正在总督 姚启胜姚大人那里 于大人在姚大人哪 于大人已决定 重审福州监狱 所有通海犯的案子 于大人哪 去找过巡抚吴大人 府台大人不同意重审 那智台大人能同意吗 智台大人自然也不会同意 那于大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府台大人不同意 总督大人也不同意 后面还有个部阵室张俊仁 挡着于大人的路 那这个案子不就办不成了吗 最大的障碍还不是你说的 这几位大人 而是当今皇上的亲皇叔 正在福建带兵追缴叛贼逆子的 康亲王 康亲王这个坎过不去 重审通海案的想法 就白想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那些无辜的所谓的通海案犯 脑袋就得搬家 一颗颗无辜的人头 就要落地 周先生啊 我听你说了这么多 可都是困难的 怎么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我可告诉你啊 你是余大人的慕斌呢 他请你来干什么呢 他请你来就是让你 帮助他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怎么一张嘴都都是困难 你给我闭嘴 你自己想不出好主意 叫别人闭嘴 有这道理吗 我让你闭嘴 你为什么还不闭 谁想不出好主意 想不出好主意 想不出好主意说啊 没人吐了你嘴 柳先生 你先别着急 让周先生把话说完了 周先生 主意已经想好了 说 但不是我想的 是余大人自己想出来的 是什么主意 重审通海案唯一的突破口 就在牛阿根身上 那人已经死了 那怎么找突破口啊 总不能让死人张嘴出来作证吧 人死了 但事还在 这个事没死 下毒杀害牛阿根的人还在 只要抓到这个凶手 黄塘村二十三户通海案 就能真相大白 福州监狱那些被冤枉的人 就能得到重审 就能平渊昭雪 就能回到原来那个渔村 过安宁的生活 周先生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才能找到这个突破口呢 怎么办 让金阳想 是 叫我想 你和余大人 是一起玩尿泥长大的 你们从年轻人已经成了老头 你老说你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你还老想当他的师爷 如此艰难时期 你不该替余大人想想办法吗 该 该 办法我来想 你不用想 晚上睡觉前把这想好的告诉我 柳先生 你真能想出来吗 我早想好了 你真的想好了 他没骗你 我知道他已经想好了 余大人 你所言之事 据我所知 福台吴大人并没有同意 是 吴大人只同意我重审 黄唐村一案 这就对了 你刚才说福州监狱里的那些通海药犯 大多都是被冤枉的 但你并拿不出 他们被冤枉的事实依据 只凭你对案子的怀疑 就要重新审理 那可是几千个要犯哪 都是重犯要犯 你觉得这于情于理 能说得过去吗 姚大人 当然 仅仅凭我对案子的怀疑 就推翻重审 确实是难以赴人 但是我真正要说的是 前海令不可一概全 更不可一斗棋 那些违反朝廷禁令出海的人 并非都是通海的罪犯 他们都是为了生计才出海的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他们出海就违反了朝廷的禁令 但是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打不回鱼来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没有饭吃 他们不出海 他们就会流落他乡 甚至会被饿死 姚大人 这样的理由 难道还不够吗 前海令 是朝廷颁发的旅令 不让片番入海 针对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沿海战乱地区所有的人 既然是禁令 就应该为者必究啊 你们可以把所有出海的人 都抓回来 但是你们不可以 不分青红造白地 把所有出海的渔民 统统地定为通海的罪犯啊 于成龙 你一口一个你们你们 我倒要问问你 我们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难道你不知道 你是朝廷的命官吗 你把你们我们分得 如此清楚 竟未分明 本愿不知 你到底处于何故 妖太人 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大清立国已经快三十年了 但三藩作乱 逆贼肇事 一直难以平定 自康亲王带兵出征闽地 征战经年 战争局势才趋于扭转 福建全境才渐渐趋于安定 可你于成龙刚到福建上任 你却要重新审理那些案子 你知道关押在福州的那些 通海案犯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意味着战乱将要结束 天下将要平定 我还告诉你 那是康亲王带领数万兵勇 和全体福建百姓 精心苦战的辉煌战果 但你还要为那些案犯去翻案 于成龙 我问你 你到底居心何在 妖太人 不要说了 秋后万斩日期一到 即刻开刀万斩 不得有误 你看 这腾块儿的真是有福不会想 放着轿子不做 自己走路 这关老爷 肯定是坐轿子把屁股做疼嘛 要不你说这谁愿意放着轿子不做 走路呢 于大人 上轿吧 街上的人全看笑我呢 我不是让你们先回去 别跟着我吗 你们就是不听 我今天不想做 叫你们赶紧走 于大人 快点走 是 走 二位大人哪 二位大人哪 雷骨头 柳先生 跪客跪客 快快请坐 快快请坐 不用不用 典狱长 这是于大人的手遇 于大人的手遇 对 府台大人已经同意于大人 重新审理黄塘村二十三户人家通海的案子 这可太好了 只要是重新审理黄塘村的案子 这会儿犯人哪 就不会再闹事了 我这里啊 也可以安稳一时了 二位大人 今天要提审的是哪个人犯了 我们要先提审的是林乐仔 林乐仔 田医长 怎么这么快 就对林乐仔没有印象呢 林乐仔 好像听说过 他一时想不起来了 林乐仔 就是曾经同牛阿根 关在一个牢房那个犯人 林乐仔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瞧我这记性啊 也许啊 这监狱的人犯太多了 二位大人 怎么突然想到 先提审林乐仔呀 他并不是黄塘村 他跟黄塘村的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呀 林乐仔 林乐仔确实跟黄塘村的案子 没关系 但他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关系 跟牛阿根有什么关系呀 据我们查明 牛阿根被黄塘村人打伤之后 你们监狱方面 并没有按暗查史 于成龙 于大人的指令 即刻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而是继续把他和林乐仔 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雷浦头真是名察秋毫啊 是这样的 监狱骚乱单天 二位大人都看到了 他大脸就被人给打死啊 当时若不及时医治 就会有性命之忧啊 当时啊 没有将牛阿根单独关押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啊 这都是我安排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 没有问题就好 我们可以提审林乐仔了吧 当然可以了 那就快带我们去吧 别急 二位大人稍息片刻 我去教育族 领二位大人前去 好啊 二位大人稍等 点一下 走 点医生 你找我们俩有事吗 那天你们两个是在哪个牢房 跟牛阿根下的毒啊 怎么了 出事了 回我的文化 点医生 我们俩是按您的要求 把牛阿根带到地牢以后 才下的毒啊 真的是压到地牢之后 才下的毒 是啊 是真的 郭大人 普通牢房有别的犯人 我们也没法下毒 对不懂吗 对啊 那你们两个也不敢撒谎 是啊 还有 还有 那个同林娃根 关在一起的人犯林乐仔 最近几天 有什么动静没有 对啊 我们俩这几天 都没去过他的牢房 俞成龙的人 要提醒林乐仔 你们两个 领他们去 给我盯紧了林乐仔 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举动 及时向我报告 俞大人回来了 俞大人没坐轿子 自个儿走了 自个儿走了 是的 我们几个 抬着空轿子回来的 我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是 林乐仔 有人过来提神你了 快起来 提神我 谁提神我 我们是聂司羊们的人 跟我们走 去哪里 去哪里 当然是去聂司羊们了 走吧 要不 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我不去 我不去 我哪里也不去 林乐仔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逼我痒痒了呀 叫你去你就去 林乐仔 你别害怕啊 我们来提神你 是因为你父亲 到聂司羊们 就喊冤了 所以我们才来的 我父亲 我父亲未有喊冤 没错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别想了 看您走 走 余大人回来了 周先生 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等余大人回来呀 我想你都知道了 你把空轿子放回来 我就猜到 你在智台大人那儿 碰了鼻子 智台大人和府台大人 就跟商量好了一样 谁都不同意 我重新审理 福州监狱的通海案 他们不可能同意 你去之前 不是已经预料到了吗 预料是预料到 就是没想到 智台大人的态度 会那么强硬 智台大人 府台大人 都找过了 下面该去见康亲王了 如果康亲王也不同意 那可怎么办 你要把功夫 下在康亲王身上 只要康亲王点了头 无论巡抚还是总督 他们就是想拦也拦不住 这我明白 关键在康亲王 报 余大人 柳先生跟雷仆头 把案犯林乐仔带来了 是 他们怎么把林乐仔带来了 余大人跟我来 到了大堂我再告诉你 牛阿根被害之前 一直从林乐仔 关在一个牢房里 要不我们怎么会 绕开黄塘村的人 先提审林乐仔呢 明白了 你们是要通过林乐仔 找到杀害牛阿根的血索 牛阿根被害当天 和林乐仔关在一起 据我们调查 他从普通牢房转到地牢 这期间 也就是他中毒到死亡这段时间 准确地讲 只有八个人 和他有过直接接触 八个人 哪八个人 第一个就是林乐仔 然后是专门负责 看管牛阿根的两个狱卒 还有雷翠婷 和我们派去的两个牙役 还有两个 一个是大牢的郎中 和点狱长葛长天 就这八个人 这八个人当中 必定有下毒之人 准备升堂 升堂 林乐仔 本官问你话 你为何一直一言不发呀 回答本官的话 牛阿根在离开普通牢房之前 是否已经中毒 本官再问你一次 牛阿根在离开普通牢房之前 是不是已经中毒 大人 大人 既然他不肯招供 那就给他用大箱 来啊 好 林乐仔 既然你不愿意回答 那我们就换个话题 林乐仔 你父亲带着你女儿 天天到涅斯衙门里来喊冤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何冤屈 这个你总可以说了 这 退打 怎么不审了 我们有个人有好投射 补出面 应该找到哪儿 装垠 禿车 踩着离开我们的 顿便调心 进 fulfilling 张大人 请 张大人 你前来何事之有啊 武大人 我们不能准许于成龙 重审黄塘村案 为什么 一旦准许于成龙 重审黄塘村一案 那其他案犯也会跟着 要求重审 这样一来 福州的监狱不就乱了吗 那些已经定了案的 三千死囚该怎么办 是月底问斩 还是都等着重新再审一次 张大人 黄塘村一案 是因为发生了牛蛙 跟被毒杀事件 才准许重新审理 这跟其他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 看似没有关系 但它会产生连锁反应 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如果准许于成龙重审 也许将会 引起福建全省 甚至是整个朝廷的震动 没那么严重吧 张大人 你下去吧 是 福太大人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严重啊 我比任何人 都要了解于成龙 他是个 不见南墙不回头 见了南墙 要把南墙撞倒 也不肯回头的人 一个在押的案犯 在监狱看守的眼皮底下 被毒杀身亡 这样的事情 我们能置之不离吗 不不不 牛阿根被毒杀一案 一定要审 而且必须要将凶手绳制以法 换律法以公正 但黄堂村的案子 则万万不可重审 重审的后果将不堪想象啊 张大人 您是越说越糊涂啊 牛阿根和黄堂村 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从审牛阿根案 则必须牵扯到 黄堂村的案子 这两个案子 不是一码事吗 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案子 并成一案处理吧 这 吴大人 这正是下官所担心的 您是知道的 黄堂村全村通海案 康亲王特别重视 并曾亲自审理 还特意吩咐我们 要把此案当作典型 要通过此案 起到立国威 绝通海之作用 可现在 俞成龙却要重审 这将置康亲王于何地啊 如若重审未过 那在康亲王面前 俞成龙 又将被置于何地呢 康亲王领兵南下 平三番 竹正经进通海 所向披靡 为朝廷立下了不适之功 但此番 若虞成龙真的为黄堂村 翻了案 若虞成龙卫 他罪责必将架置于康亲王 到时候 必定是朝野震动啊 对康亲王 是讲是成 该如何决断 我们又将置皇上于何地呀 张大人所言 确实很有道理 但似乎有些多虑了 福建各级衙门 这些年 在康亲王的统领下 取得了辉煌战 世人皆知 即使黄堂村的案子 正如张大人所说 被虞成龙给翻了 我想 这点萤火之失 也不会遮蔽康亲王的 昊月之灰 当今的皇上雄才大略 赏罚分明 我想 也不会因此而责罚有功之臣 我担心的 反倒是黄堂村的案子 是否真的有冤情 这个案子 不仅仅是这二十三户人家 这背后 有可能是福州监狱 那三千通海案犯 甚至是 所有福建的百姓 张大人 我们为官一任 如若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那我们是在犯罪呀 我想你们都看出来了 灵乐在肚子里装着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越是不敢说 就越说明这个东西对我们越重要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就动动行 让他快点把自己肚里的东西说出来 你以为动动行他就会说 如果动了行他还不肯说 那是他自己找死 柳金牙 这次你可提醒我了 余大人 林乐仔现在还在大堂候着 您是一会儿过去审他 还是我把他先押回牢房去 这个事 你问周先生 周先生怎么说 你们就怎么去做 都听他的 我都听他的 你不听 周先生 余大人说让我听你的 你倒说说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刚才余大人已经把话说明了 你们是真没听懂 还是假没听懂 周先生 我是真的没有听明白 甭卖关子了 你听懂了 你说话 你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这行了吧 看来你还真没听懂 知道林乐仔为什么不肯开口吗 一个字 怕死 明明俩字 非说一个字 你严肃点 林乐仔为何怕死 因为他肚子里装的东西 一旦说出口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 他不敢说 谁都知道他怕死不肯说 你以为就你知道啊 雷翠廷 周先生 把林乐仔就地关押在 涅斯衙门的补房里 派专人严加看管 没有余大人的手肯 任何人不得擅自 和他接触 听周先生的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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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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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航 你们俩把人给我扛好 你们俩把人给我扛好 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请雷大人放心 有我俩在 原犯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余成龙把林乐仔 扣留在涅斯衙门里 是 余大人审讯完之后 就没让我们俩 再把人给带回来 什么 那林乐仔 都说了些什么 不是 审讯开始前 余大人的手下 就把我们拆出去了 至于林乐仔说了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啊 是啊 电狱长 其实 你不必担心 那林乐仔怎么可能 怀疑是我们俩下的毒呢 更不可能怀疑是您 太棒了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 下去吧 是 多少 早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呀 咱们去林乐仔牢房 去压击您压根的时候 你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我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咱不行就 我们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那个林乐仔就跟那儿睡着呢 是 他不是睡着了吗 我还推了他一下 你忘了 老哥 他万一要是装睡呢 他是真睡还是装睡 我根本就不清楚 这事你为什么不让我 跟爹余长说 这 这话能说吗 这话怎么不能说 爹余长把这么重大的事情 交给我们 我们做事就不能割肚皮 有什么就该说什么 那三儿 你是不是傻 这话万一要是说了 你知道对咱俩有多点危险吗 这爹余长以后 对我们俩还放心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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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说不更危险 如果这个林乐仔 他先招供了 那 我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把林乐仔给干掉 不就完了吗 把他干 干掉 必须干掉 把这些卷宗都给我收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全部收起来 是 这到处是漏洞 到处是漏洞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同海的罪证 就凭这些人出一趟海抓几条鱼 就抓就逮就判刑 福州监狱里头 满满当当地关了三十名同海犯 每一个案子都是那么草草了事 这简直就是草奸人命 你要干什么去 我要去见康亲王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你要带这些卷宗去见康亲王 我要让康亲王看看 他们是怎么审理案子的 你一个人去吗 我一个人去 见了康亲王千万别动气 好好说话 张大人 于大人这么做事 实在是不妥呀 在押案犯 他不能够随随便便 就扣留在涅丝衙门里呀 重审黄塘村一案 是府台大人和治台大人都同意了的 可那个凌乐崽呀 他并不是黄塘村人 他跟黄塘村的案子 一点边都挨不上 于大人啊 他不能够擅自提审 与黄塘村案子没有任何关系的 其他人犯了 那于大人为什么要提审凌乐崽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那个凌乐崽 原先同牛蛙羹啊 关在一间牢房 这不就是关系吗 一个受了伤的犯人 居然在监狱里 在你葛成丹的眼皮子底下 不明不白地就死了 你还要怪于大人 重吹黄塘村案 转押林勒仔吗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赶快回去 开好你的监狱 你少在这儿给我添乱 是 卑石告辞 我认识 好 我认识